皇上 皇上 解开 解开才好说话 是 小姑娘 你为什么来杀朕呢 朕跟你到底有什么冤仇呢 皇上 这事你都问不着我 你要问就问你自己儿子去吧 是四阿哥请我来的 你枉死乱共 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朕 皇上 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请皇上罪名你诉死 你女有父死阿哥 你只有一死 才能心爱 你无人死 你无人死 你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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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你 我今天杀不了你 可是我到了阴间 要悦咒你罵你 让你凑死 遭下地狱 遭尽有 你狗 狗皇帝 你狗皇帝 慧如你不说说你怎么认识的四阿哥 我是不会让你出去的 爹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他是来找你的 找我 可是他见了我 也没跟我说几句话呀 他是来找你的 他是你的学生 我管得着吗 慧如 慧如娘 四阿哥到底来干什么 你问我娘 我娘也是那句话 他是来找你的呀 不会吧 爹 今天外面都出什么大事了 今天仙农潭有人想行刺皇上 这可是今天的大事 有人想行刺皇上 那你还跟人家讲文章换皇将啊 皇上没事 再说了 本朝规矩森严 刑囚问案 那是刑部的事 我哪里管得着啊 第一 此事不用操心 第二 我们操心没用 我到傅察家去了 慧如 这么晚了又出去干什么 好了 老头子 歇会去吧 走 这闺女是越来越没样了 臣叩见皇上 明斌 老四怎么说 回皇上 臣正要回奏 四阿哥 不见了 你还是说说 你是怎么放他走的吧 皇上 朕本来还怀疑 是不是四阿哥和这事有牵连 可是他这一走就坐实了这件事 昀碧 你以为你这是在帮老四吗 你这是在害老四啊你 皇上 四阿哥是什么人 不必我说皇上也知道 四阿哥是个纯孝的人 他 他为什么不跑呢 皇上 臣以为四阿哥跑 并不是因为意图不轨 被人揭穿才跑 多半是因为他羞愧难当 又不能言之苦才跑的 允闭 最差也应该是自裁了就是了 跑 他一个阿哥就这么跑了 那天下成功 岂不是可以群起而效仿 皇上 天下成功和您只有君臣之意 可是四阿哥和您除了君臣之意 还有父子之情 此事惊动圣上 您让四阿哥他情得何以堪 狡辩 皇上 臣愿用一颗人头替四阿哥担保 你担保什么 四阿哥请托礼部官员 可能确有急事 可是说到他谋害皇上 臣保其必无 玉碧 你和老四 虽然辈分上是书职 可是 感情上是如同兄弟 是 臣和四阿哥情同手足 所以 虽然你说四阿哥是自己走了 可是 朕却觉得 是你放走了四阿哥 所以 四阿哥的罪 怕是要让你扛了 允毕 你扛不扛 臣 乐意 万岁爷 万岁爷 四阿哥求见 他还敢来见朕 不必了 让他直接到宗人府 让人一把大家 手脚两副料 锁了就好了 不必来见朕了 朕 皇上 皇上不要动怒 动怒 要是动怒 朕早就杀他的仇了 皇上 都是臣的错 请皇上给萨哥一个机会吧 什么机会 皇上 萨哥也许有错 可是 皇上 皇上 好了 让他进来吧 朕倒要听听他怎么说 谢皇上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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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 到底什么事 不能跟哥哥说呀 四哥 别担心 没事 你就是有天大的祸 还有我们兄弟俩呢 三哥 老五老六 多谢 你们请回吧 四哥 皇上 叫您的企儿了 四哥 皇上叫您的企儿了 四哥 你再往前走两步 你已经想好在朕面前说什么了吧 是 萨克 你 允弼出去 狂杀 宋王爷回府 没朕旨意 不得擅自离府 王爷请吧 皇阿玛 儿子有罪 你有罪 干嘛不逃呢 儿子 不能逃 儿子没有一刻想过逃 你是觉得你的罪还不够大吗 不是 儿子以为有罪当法 有错当有承担 是做人的第一道理 况且 此事牵连礼部重关 他们还有劳小 儿子不能让这么多人受儿子的无辜之累 那你是想把朕杀了 然后你接位吧 不是 皇阿玛 儿子私交民女 请托不原都是有的 可是 儿子绝对没有那种对皇阿玛不利的禽兽之心 那你说 你说说 怎么会有这种事 儿子一个月前 随时划阿玛到园子里 因为老六骑出一般 儿子想带着他多跑多练 所以每天早上 就要出去骑马射箭 驾 四哥 你慢着点 老六 先到山顶者为胜 你必须放开马 让马跑起来才能练出来 四哥 一步未到就算输啊 语 诶 他站这儿干嘛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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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过来 你们杀了我爹 又抢了东西 你们还要干什么 四哥 他帮我们当强盗了 这位姑娘 爹 姑娘 抓住 四哥 四哥 别放手 别放 别放 他说他本是灰山之女 父亲买卖 路上被强人劫道 一个人逃走 你没事吧 举目无亲 流落山顶 想一死了之 说不传奇 说不小说第一道伎俩 巧遇 不传奇 不传奇 你给我省点心 行不行啊 你要死 干嘛不当初就死了 你非拿出个四阿嘴 你现在要寻死密活的 本来让犯人看着你就行了 你非闹得个谁都不想和你住 害得我不错眼珠袋来盯着你 你让我死 你让我死 让你死 那可不容易 我不想活了 我说清儿 清儿姑娘 你急什么呀 你已经走在黄泉路上了 还差这一时半晌啊 老妈妈 为什么不杀我 你这姑娘倒怪了啊 别人最怕的就是这个字 一提起这个字啊 哪个浑身不哆嗦啊 那为什么不对我动刑 也再不提我了 我告诉你 你是行刺皇上的重犯 打了你 一下子断无气气 谁担得起干戏啊 行不人说了 说你妄辞乱共 你只害苦了一个人 听说啊四阿哥可倒了大霉了 四阿哥怎么了 这啊咱肯就不知道了 人家亲贵归宗人府管着 你 丑丑 光榜手还不行了 快快拿绳子来 我求你件事 我当了一辈子老婆 什么难闹的主到我手上都死不了 你你就别再折腾了 让我生上事行吗 我说小婊子 我给你脸 你别不给我脸 你再闹 小心把你裤子扒了 你不先丢脸 你就挂着折腾吧 我说姑娘 你别哭 我问你件事啊 你要说实话 我就给你松两口 你和四阿哥有那事了吗 那就是有了吧 那你还哭个屁呀 死也值了 能和四阿哥这么亲近够啊 我呀没见过四阿哥 可人家都说了 四阿哥论心眼论人才 大清国再也找出第二个 能跟他有一比的了 啊 四阿哥 难道这事 王爷 皇上有旨意 让王爷会同四阿哥 同女贼对质 是 臣领旨 叔叔 那个女贼 现在还是咬死远贡啊 是 四阿哥 请跟着过来吧 老婆子 你出去吧 快点 王爷姐 请 你好啊 三阿哥 你是来此和他对质的 请不要动犯人 请儿 我看不错人 我知道你不会是一个那么坏的人 你必定是受了坏人的指使 也许你也不是被坏人指使 也许只是误会 可是到底是为什么呢 想想想说 好 要是一个 少姑娘 你不是的 谢谢 但是我不请托礼不思缘 那你现在也不会在这里 老婆子 散伍 你叫老婆子干吗 老婆子 老婆子 替她把眼泪擦擦 秦儿 我知道你现在也不会 可是 好了 别再假做圣人了 王爷已经问过我很多回了 皇上我也见过了 既然你来了 王爷也在 好 好 什么都不必说了 就是你和我有了儿女私情 你说你雄才大略应该早登大宝 是你让我滚进贡献队伍里 自杀皇上 你还许我不死 你说我不会死 你说将来会想办法让我做王后 我 散了 你好歹毒 四阿哥 我好歹毒 比我歹毒的人 你不可能没见过吧 静儿 你今天既然非要我死 照你这么摇下去 我请托事实 恐怕免不了一丝 可是你想想 你要拖累多少人呢 好啊 有什么不好的 好 只要你良心无愧 我犯的错自有国法 我也不必再跪下去了 四大哥 我什么时候当皇后了 不悉 我睽然 我看你 要是生了 我看你 你长得 我rod 你长得 向甘肃寻抚许荣求见 叫不叫 叫吧 喳 恭请吾皇圣安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臣甘肃寻抚许荣 万岁万岁 徐荣是来 朕知道 徐荣 西北气候严酷 人口稀薄 你在那里当差辛苦了 臣蒙皇上恩养 只有尽忠 西北军情封欠如何 臣已经善写一辙 留皇上 배� 好 好 许荣谢恩 谢皇上 慢着 许荣 朕想起来了 你爹爹今年八十三了吧 皇上还记得 臣此次进京就是送父亲回乡 然后进京避见 两年前你父亲要回其祭嫂 你替你家太夫人请告命 所以朕还记得 皇上万事余下 臣的家事皇上还记得 臣感激莫名 他现在可好 耳朵背不背 牙还能咬得动东西 托皇上的福 臣父身体旺健 他与牙后空地 还多种有各种蔬果 倒是个勤快的老人 下次记得带些给朕尝尝 臣记住了 平身吧 谢皇上 朕看到你们大小臣公们父慈子孝 朕就高兴了 人人都说治国大事 其实啊 既是能把一个家忙活好 其难不下治国呀 治国齐家 皇上为天下苍生而忧 是最累的 朕现在就遇到个难事 大力真难 只用你说 你家算是个圆满之家了 朕问你 你父子间如何相处呢 臣 代若无妨 臣家在臣中举之前 是个寒素之家 防疫间地不足一亩 可是臣也非常快乐 朕问你如何相处 你少年顶甲 总有心得吧 臣父对臣 倒与其他人家父父子子 规矩森严不同 臣父对臣 颇像知心朋友 坦诚以待 科业进步 极有奖励 犯了错 极有责罚 所以臣虽不才 却从小就知道 有错被改 有善发扬 看来你父亲 倒是个懂得做父亲的人 谢皇上 好了 今天就到这 你这两天不要到处走 朕怕是还要叫你的起 记下 赏给人身四金 貂皮二十张 大断两连 福仇四断 臣 谢皇上恩赏 这是赏你爹的 你家 是河南渝城县吧 是 朕马上给朱鱼已到 给监管河南 山东两省的河东总督 王世俊 让他嘱咐地方官 多多关照你回乡的老父 臣 再谢皇恩 退谢吧 朕马上 自然的之间 由于 吴 赴慈子孝 谈何容易 谈何容易啊 你真是尼普色转世 没有一丝火星 四阿哥不会有事 就算是有事 他是什么人啊 是阿哥 咱们在佛堂前 替他烧两炷香是可以的 可是甘雨就再说不上了 难道就不能打探消息吗 大姑 大姑 四阿哥不好了 又没规矩 出什么事了 这么慌慌张张的 我看你这个大姑 真不是白叫的 快说 快说 宫里到底怎么了 我弟只说有人想弄皇帝爷 可没说这跟四阿哥 有什么瓜链啊 问到消息了 四阿哥好像不大好 我就是看着不好 不然他何必 直接到我家里来呢 可是到底是怎么不好啊 不知道 家人见了二爷 二爷正在当差 只说了一句话 就让家人回来了 一句话就让家人回来了 宁春 宁春 好了好了 大姑 你别叫了 我把东西都给你拿过来了 说是说是跟我进宫 我也去 我也去 好 我不去 我去不了 我就在这等着你们 四阿哥还没写完呢 就快了 就快了 其实 四阿哥 你不必写得那么仔细 皇上是四阿哥的阿嘛 你只要写得 慈情真切 哀肯之意十足就行了 叔叔说得是 你在写诗啊 那 那你不想 不想再辩解了 四阿哥 田师傅来了 田师傅 您可来了 判死我了 王爷 四阿哥现在如何 还是那个怪脾气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写诗 田师傅 他是不知道自己惹了多大的祸 那倒不见得 皇上心疼四阿哥呀 他要这么下去 田师傅 您得想想办法 好好好 是 天师傅 四阿哥 我来看你来了 闲话我不说了 你现在很麻烦 王爷叫你出去 是 天师傅 天师傅所说的麻烦 我知道 我懂 四阿哥 四阿哥 四阿哥六岁开盟读书 得先皇和当今皇上格外眷顾 不 现在 以为这么个疏忽 一下子唱了戴罪之声 我为四阿哥惋惜呀 我也为天下的百姓惋惜 四阿哥身负天下之望 恐怕自己也知道吧 四阿哥 何必不承认呢 四阿哥 你我都是聪明人 聪明人就应该和聪明人在一起 天师傅 我要是聪明人 就不会犯那种可笑的错误 是 这个错误是很蠢 可是四阿哥 我有个主意 可以让四阿哥转瞬间化解错误 重回书房 师傅请说 四阿哥 我且问你 你当时和那个叫青儿的女子 可有儿女之私 天师傅 我对这个女子 只是觉得她可怜 四阿哥 你的问题是你的心软 你和她并没有男女之事 却为她犯下滔天大错 四阿哥 不值啊 我这个主意就是从这儿出的 从这儿出 对 即从此出 天师傅 我更加不懂了 你现在唯一的机会 就是承认和这个女子有男女之私 我不懂 你承认了是男女之私 这就解除了皇上对你的第一个怀疑 皇上是圣明之君 可是谁在君王的位置上都要怀疑 我就不说了 齐儿 请托礼部司员 你只说是礼部司员有意交接你 这样你就不是主动请托 有这两条 你大错可化小 小错可饶恕 就没事了 四阿哥 你信我的 此计必得 四阿哥 您怎么还不相信我 第一条 骗皇阿玛 我不能做 第二条 献礼部司员与死地 我不扔 四阿哥 这都什么时候了 妇人之人是不能叫的 天师傅 您的好意我知道了 可是 我实在是不能这么做 四阿哥 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好 我先下去了 好 天师傅 怎么样了 王爷 我这是热脸贴到了冷墙上 不必说了 四阿哥 聪明到底的一个人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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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师傅 求求您 您救救四阿哥吧 够奴才 你活腻为了 奴才给王爷请安 起来吧 天师傅 皇上让您到尚书房里去 Clar 起床啊 新红 五周阿哥 重新红 您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怎么说 您的这个得意门生 被那个女刺客说成是 主使她刺杀皇上的幕后人 还有他请托礼部官员的事 请坐实了口供 朱师傅 皇上驾到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四阿哥 不要跟朕提四阿哥 皇上 臣有罪 四阿哥出事 臣心如刀绞 上书房开课 你们都教了他们些什么 皇上 上书房总师傅 皇上亲定的是朱师傅 朱师傅刻尽职责都是臣不好 臣没有尽辅助之责 每日里 每日里师位素参 愚蛮勿人 皇上 此事如何 尚未有定论 你们看看吧 立部官员共乘是四阿哥请托 才让女贼混入贡献队伍 那女贼也公认 是四阿哥指使他 刺下真的 皇上 臣以为四阿哥与此事绝对无赦 四阿哥平日虽说志气高远 与江山社稷为己任 可是他绝对不会等不及 天铁钢 你胡说什么 姿势体大 你敢担保 那女贼共乘是四阿哥指使 朕也以为是妄辞乱共 可是四阿哥至少跟这事脱不了干系 皇上 朱师傅向来与四阿哥的功课为人 格外轻眼相看 朱师傅 您难道 您也说句话呀 皇上 臣对此事一无所知 实在不能再一辞 不能再一辞 你这时候怎么哑巴了 皇上 臣还是觉得四阿哥 不可能与刑刺皇上的案件有关 因为这实在是谋反啊 四阿哥无论学问人品 还是修为涵养 都为众人称道 而且皇上恕臣死罪 大小成功都是四阿哥为 储位的不二人选 除非 说呀 怎么不说了 皇上设臣无罪 臣才敢说 你说 臣冒死之言 众人都是四阿哥为储君的不二人选 也有人说皇上早在正大光明点后 将接大宝继位之人的名字写成四阿哥 除非四阿哥他等不及了 想 可这个绝对不可能 皇上 好了 不要再说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